大家好 我一直想聊一个人就是在油管上 然后一直在聊财经这个话题的 也是国外的一个叫王健 其实去年我就在油管上 刚开始我关注他 当时他的粉丝数还很少 他当时好像也是刚开始在做 但是他的粉丝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特别快 刚开始我关注他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觉得刚开始 他做的前几期节目还可以 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有财经背景出身 然后有一定水平的一个财经分析员 分享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算是符合逻辑 但是越往后听就感觉 越不对味尤其是他这个粉丝数量越来越多之后 我发现他这个说的话呀 就经常就是话里带话了 而且越来越明显 说白了就是屁股就歪了 我猜他应该不是说临时歪的 他应该刚开始就是歪的 他刚开始可能就是想测试一下风向 所以后来我就取关了 取关之后呢 我记得去年 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啊 好像央媒吧 央媒 大陆的央媒 点名批评了这个王健 说他很多东西都是造假 在污蔑啊 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现况 进行了一些不实的报道 或者说是引用了一些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信息来源啊 然后呢 从不不是事实的这些来源 然后呢 展开了大量的分析 你的来源都有问题 那你说最后你分析出来的结果 它能是正确的吗 对吧 而且中间又夹杂了很多个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大量污蔑中共啊 大量污蔑中国政府啊 然后都是都是同样 这叫什么 不一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了啊 呃 其实我为什么想聊他呢 我因为我之前我看他节目的时候呢 他的确有很多数据啊 这个 这个报告了 那个分析了 当时我就在想 这些东西他是从哪里拿到的 因为很多他不是国内的一些报告啊 不是不国内的报告 他援引了好多东西呢 我在想 这些报告 我个人是存疑的 当时我就觉得 不是很可信啊 后来为什么取关呢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在想 他是从哪里拿得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根据这些 就听上去不太靠谱的东西 一直在分析 呃 直到昨天我看了 我无意当中看了一个推文啊 是一个推特推给我的一条消息 就是呢 有一个人 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我也没有关注他 他发了一条推文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呃 这两天呢 加拿大警方拘捕了三名中共派到加拿大去暗杀孟晚舟的特工 啊 那个推文是这样说的 而且这个消息来源是哪呢 是CIA官员透露 CIA官员透露的这个消息 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凡是有点脑子的啊 凡是有点脑子的 你应该知道 这个事情绝无可能发生啊 绝无可能发生 具体为什么发生不 具体为什么不会发生 我就不不解释了啊 我觉得你只要这个智商正常就不用我多解释了 我就说这个推文发出之后呢 我看完之后呢 我意外的发现王剑竟然like了 他转推没转推我没注意 但是他的确是like了 我看到那个列表里有他啊 当时我就有点醒悟啊 原来王剑是吧 王专家 难道他经常引用的这些数据都是从这些消息来源来的吗 既然王专家这么相信是吧 又like这条消息 那我就赶快查证一下嘛 我看了一下 他不是说是CIA官员透露吗 然后他at了一个CIA at了一下CIA 然后我就去了CIA的那个官方的推特去看 他有没有CIA对这方面进行报道 没有 事实是没有 我一直翻到上个月他都没有 但这个消息是昨天刚出来的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这帮人造假啊 造假信息啊 基本上套路差不多 知道吗 要不就是说CIA官员透露 他也不说CIA哪个官员 他也没说什么时候透露 据传 要不就是据内部人事消息 都是都是那个以一个什么比较敏感的部门啊 然后呢 看似很神秘的人物传出的这些风声 然后大家就开始啊 我看那个已经有好几百个转推了啊 好几百个转推了 转推 然后底下一帮恨国党啊 是吧 呃 轮子 在下面又兴奋了 又高潮了 说你看啊 中共就是做这种什么 谢莫杀驴的事儿 是吧 利用完孟晚舟 现在要那个杀人灭口了 干嘛干嘛的 哇 一个一个说的跟真的一样 啊 集体又高潮了 呃 我觉得真正有智商的啊 你哪怕你是轮子也好 或者是你是恨国党也好 其实他也不一定内心相信 他是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真的 但是他不在乎这个具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就说嘛 就像王健这样 顶着一个财经专家 在油管上天天给你叭叭叭叭叭 是吧 天天在这儿山河的这个 这是这种这类人呢 你既然分析财经 你就要有数字 对吧 你就要有信息来源 王健如果像你说 那么喜欢看这种 八卦小道消息 然后自己还亲身参与其中的 这类人 他去当财经专家 我觉得太搞笑了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你去分析财经的时候 我哪知道你当中引用的数据 哪一些就像类似于你like这种 中共什么特工刺杀孟晚舟 像类似于这种消息呢 你从哪里扒过来的 还是你自己捏造的呢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财经人士 本来就应该客观真实 那些数据能造假吗 你造假出来的数据之后 你跟大家分析半天 那最后那结果都偏差到 十万八千里去了 有意义吗 还 所以我觉得王健反共 他是从经济这个层面 他没有从意识形态 你看他的油管那频道 他所说的 他很少带意识形态 他就是从经济这个层面反共 经济这个层面 他就指出 中国经济不行了 中国经济不行的原因是谁 原因是什么 大家自己去想 那肯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是升华了 换姿势了 换姿势了 发明高科技了 从经济这个层面 学会反共了 但是我希望看王健频道的这帮人 你自己长点脑子 懂了没有 他引用了各种数据 你去考证一下 你去查证一下 就像我一样 说到CIA官员透露 什么 那你就去CIA去看一下 对不对 你去CIA的那些官方推特 官方网站都有的 他各种消息 他都会发布的 官方不发布 然后说CIA官员透露 搞不搞笑 哪个官员 所以我就在他推特上 留了一个言 对吧 真是搞笑死了 当大家都是傻蛋 还真的有那么多傻蛋 没办法 还是那句话 傻子太多了 骗子不够用 我这边都是傻蛋 让我们来的 熟悉 你 怎么没办法 那是傻蛋